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再度回到愛爾達電視台 瑞典公開賽的八強站 接下來大家把焦點轉到男子單打的部分 首先為大家送上第一場比賽 將是由畫面上放中國的選手许欣要碰上德國的高茲 在许欣的部分這次是大會的頭號種子 目前的世界排名也排在第一名 至於法國跟等一下是法國的選手高茲 那高茲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68名的位置 那當然雙方過去在這個國際賽上是沒有交手的紀錄 但是這場比賽其實還蠻值得關注的 因為其實高茲這位選手在這次的晉級狀況當中 第二輪跟第三輪分別是4比2 4比3 擊敗了日本的丹羽肖西和日本的松平剪開 連續過關喔 過關斬將打進到了今天的八強的比賽 那許欣的部分其實前一輪打得很辛苦 一路敖戰到了第七局才擊敗了瑞典的卡爾森 那經過了短暫的休息之後 這兩位選手來到了八強站上的碰頭 基本上從這個一個過去實力上的判斷 跟世界排名來看的話 應該可能還是許欣這邊可能會比較佔上風嗎 對 那當然以法國的高茲 他這個歐洲型在乒乓球來講 等於是左右開攻 所以在進攻能力上呢 事實上歐洲的這些運動員都有一定的能力啦 只要呢 在球形成一個長球 尤其呢 中眼台的對抗 那對歐洲的高茲就有利了 那中國的喜新 他是一個左手直拍橫打的一個選手 那畢竟這種直拍橫打呢 也是目前直視臥拍呢 一個改良式的一種打法 對歐洲運動員來講呢 會比較不熟悉喔 畢竟歐洲的選手沒有人拿直拍 基本上都是亞洲區的運動員 那以中國的喜新呢 這位直拍橫打的選手 他呢 完全是靠他的正手搶攻 步伐跑動來進攻 那加上呢 來不及的時候呢 反手也能做一個進攻 那以這樣的打法呢 左右的進攻 甚至呢 他的這種揭發球 他台內的這個白短擰球 是他主要的武器 像這個球 所以 當喜新呢 台內的一個擰球呢 對法國這位選手呢 是不是適應 這等一下可以觀察 比賽正式開始 目前雙方1比1 好球 高茲呢 帶有一個高質量的拉球 只要呢 出台球呢 就是歐洲人主要的武器 哇 這個球 可以看出台內的一個進攻 這個球速非常快 可以看出呢 高茲的這種 手腕的力道 非常強勁 好 這是喜新 正手的一個搶攻 那一般來講 直拍的運動員 就是靠正手位的搶攻為主 又是正手搶攻 那喜新喔 他的一個拉球的特性喔 在拉球的動作上喔 可以 前衝式的直線拉球 那也可以側拉喔 讓球呢 碰到桌子呢 往右區喔 再旋出去 右區的話呢 會擠上呢 像正手直拍的選手 像這個喔 要特別注意這個球 好 中眼台對拉 喔喔 忽然喔 放一顆短頭 造成了喜新 像腳步上很大的一個影響 對 這個高茲呢 很聰明喔 很有技巧 他知道 喜新呢 在眼台呢 輕輕的一擺短 我跟你去做中眼台的對抗 喔喔喔喔喔喔 可以看出喔 喜新呢 直拍橫打 突然間呢 台內的 用反手位的擰球 也讓呢 這個法國選手 嚇一跳喔 那畢竟他沒有碰過喜新喔 也很少碰到 直視握拍的 這些運動員 不過這位法國的選手高茲 非常的年輕啊 今年只有20歲喔 其實他在這一次的比賽裡頭呢 打敗了日本的丹羽孝希 算是他在生涯還蠻重大的一場勝利 生涯第一次打贏丹羽 看能不能夠維持這樣的一個高水準的表現 尤其今天碰到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許新 對 當然對 比賽的當中喔 一般的單打比賽呢 會從短球的一些處理啦 那在所謂的短球就是台內球 在歐洲的選手呢 這個控制上呢 沒有來的像中國選手 這麼多的變化跟細膩 所以目前還可以看出 還是有喜新來掌控 好 短球的控制 就是中原台的對抗 你可以看出這個喜新在拉球上 在做一些拉球的旋轉 有側拉 有一個直線拉 有所謂的正拉 這個拉球完全是看他 用他的球拍摩擦球的球體的角度 影響弧線 這是高難度的一個拉球動作 這個球沒有掌握住 腳步沒有踩穩 整個比賽呢 可以看出齁 喜新呢 完全以掌握短球齁 來製造一些得分 又是一個 是不是有點拉到喔 手好像有點不舒服 對對對 拉球的感覺 手好像 有點受傷的感覺 哇 又是一個 是不是剛剛真的在那個拉球的動作上受到一點影響 其實還蠻值得觀察的喔 這場球賽感覺上 不然剛剛這個球的處理的確是手部不舒服的一個狀態 不敢前面的發力 那這一局看起來狀況還有變數喔 因為李喜新在前一場打得這麼辛苦喔 那接下來又馬上要 因為在比賽喔 這個公開賽呢 除了單打的比賽項目還有雙打 那如果你兩個項目呢 都打入決賽的話 勢必是一個運動員 是個體力的考驗 第一局的比賽 在許欣11比7是順利的收了下來 暫時局數上取得了1比0的領先 再度回到愛爾達電視 許欣碰上了法國的高姿 那麼在許欣他參加的今年的世界巡迴賽裡頭 包括了韓國公開賽還有卡達公開賽 男子單打的部分都拿到了最後的一個冠軍 另外今年2014年的亞運男單也是金牌作手 來看看在今年的最後一項這個世界巡迴賽 能不能夠再繼續往前邁進 對當然 這個法國的高姿齁 要如何的能夠拿分齁 在短球的處理齁 這一塊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還有一些變化 剛剛這個球是不是發球有差網的一個狀況要進行重發 好 這個球 是不是有差邊喔 差邊齁 許欣拿下第三分 對 這種 防守齁 還能夠加壓的差邊 喔 還是喜欣的揭發球齁 很多的變化齁 而且很多假動作齁 讓高姿根本就 不曉得怎麼去處理 喔又是差邊 這個球沒有再就回來 不過在整個台內球的處理上 其實高姿是完全被時事有點耍著玩的感覺 嘿嘿 好球好球 整個帶開了齁 2比4 事實上以目前的狀況齁 高姿應該來講齁 可以 打向喜欣的正手位 總覺得喜欣在他的正手齁 處理上 好像這個位置 喔 要是做一個反拉 是不是手腕 手 手 手臂肩膀的位置 還是手腕這邊 這個好像有點不舒服 剛剛其實第一局有一球很明顯 接下來 接續的幾次正手位的拉球 動作都不是做得太完全 對 喔 這個球沒辦法啦 又是插網齁 喜欣 喔 第二局開 整個不是插邊 就是插網 不容易啊 怎麼插都給他插進這樣 對 已經是三球了 哇 打到 高姿呢好像 沒有其他方式齁 總覺得很不順齁 這也是可以看出啦 台內短球呢 怎麼樣去處理齁 在比賽當中是非常關鍵的 好 放高球 哇 結果自己也沒有把握走 畢竟20歲的發國選手還算年輕啦 球場上的經驗 那今天難得可以跟世界排名第一的選手 去對戰到喔 喔 這個明顯的也是 台內短球齁出現的問題 所以 在選手比賽的當中齁 當然歐洲的運動員呢 強調的就是力量的展現 像這個應該就沒有很大問題 來 這要反拉回來 這個球要反拉呢 可以看出 他的乞星的這種力量呢 應該是受他的手腕還是手臂的影響 這感覺他打起來有點KEKE的p 對 他現在目前要贏高姿的 就是我轉球先把你高руп 控制住 出手 這球是完全沒有打進 雪芹轉了一圈 插邊插邊 高茲說抱歉好還要棘手示意 這一局輪到高茲也來插一個邊的分 喔漂亮的一個正手的拉球 事實上喜新呢目前來講齁 也沒有用太多的正手拉球就已經領先了六分了 所以還是回到比賽的開始都是短球上的一個對戰 好短球還是控制住 高茲這邊先化解掉了一個局末點的危機 5比10 好台內的反手擰球 也順利的收下了分數所以在第二局裡頭 雪芹已是1比5在都市比較大比分的差距拿下來的情況之下 局數上的領先已經拉開到了2比0 雪芹碰上了法國的高茲這一場比賽 目前是由中國的選手取得了局數上2比0的領先 那麼在這次瑞典公開賽裡頭其實中國的男子選手真的是來勢匆匆喔 包括了雪芹、芳博、王浩、延安、樊振東 一共是5位的選手打進到了這次八強戰 尤其延安跟樊振東呢則是要在八強就提前的上演中國內戰 好球 哇可以看出齁 這個喜新的處理短球呢 也讓高茲根本不曉得他是打長的還是打短的 哇漂亮的一個 中台的對拉 哇這個可以看出齁 喜新的這個拉球的弧線齁 事實上他是一個左手齁 如果拉回來的球呢往往會擠到高茲的身體這個方向 那高茲這邊想要 閃身做正手拉球的一個今天的把握度穩定度也沒有來的那麼好 哇這時候 搞知自己的出現 應該是五位的失誤齁 這個在進攻上已經 站好位置齁 他自己也沒有信心了 這個打到 高茲好像不知道怎麼去接短球 所以很明顯的齁 這個直拍橫打的選手的整個打法戰術呢 跟兩邊是橫拍的選手呢處理上是有很多不同齁 尤其揭發球齁可以看出齁這個除了領球還有 白短的速度很快 高茲這位選手在今年參加的世界巡迴賽裡頭表現比較好的一戰是傑克公開賽打進到了16強 另外參加科威特公開賽則是64強第一輪就輸球了 這次已經追平他今年比較好的一個表現了 哎呀可惜啦 自己也蠻不滿意自己的表現的 對這個球 當然 齁齁 喜新的這種 弧線非常高的一個球 好 防守 好球 對啦 高茲一定要做好這個左右的進攻 畢竟歐洲的運動員 左右開攻呢 他是最拿手的 還是短球的對抗 這個力量整個拉起來不過沒有把球順利的把握住 高茲5比8 追到剩下三分差 好球 保持 連續防守 然後下了第6分 這個還關死 你可以看出�? 在揭發球上 短球的處理 如果你除了真的是沒有 進攻的能力的話 這個就很麻煩 這時候也可以看出 高知回過去的球呢 速度不夠快 洗心直接的就做一個進攻 殺高球 這個球落點殺得漂亮 高知比數現在追到了7比10 這個 在殺高球的過程 這在歐洲的運動也是經常出現的 這板球是直接回出界 那讓許馨這邊11比7在下一城 取得了局數上3比0的優勢 對 許馨碰上了高知的這場8強的比賽 目前她手上已經握有局數上3比0的領先 也是相對來說已經聽牌了 所以其實這樣比賽 如果許馨能夠正常發揮的話 應該要過關不是太大的問題 對 應該來講 以許馨目前呢 就以所有發球 以短球為主 或者是 接發球上呢 有短球有擰球 大概就可以控制高知的打法 好 走吧 不過對於許馨來說 也當然希望這場比賽可以速戰速決 畢竟她在稍早的16場的比賽 其實碰上了瑞典的卡爾森 打得很辛苦喔 打到了第7局才分出勝負來 好 扣殺 哇 許馨再 很釋放回來 跳躍的殺球 許馨再度成功的搶救 確實不簡單 這個角度再殺回來 哇 還救上來 沒有啦 寶博這一球 雙方的一個攻防 直上現場的球迷看得很過癮 對 當然 歐洲的運動員 殺這種高球呢 也是 應該是蠻熟悉的啦 平常呢 他們都是 有於這方面的訓練 哇 漂亮的一個 喔 許馨也給高知掌聲喔 對 這倒是還蠻難得 在比賽的過程當中來看到的 對手也給你把你這個球 覺得回的質量真的很好喔 事實上 這場球賽感覺齁 喔 許馨呢 在心態上蠻放鬆的 好球好球好球 也是一個 反手的 一個力量的展現 可以看出歐洲的這個拉球齁 確實是 快又 又兇啊 哇 許馨這個球機會沒有把握住喔 剛好讓高知這邊打出了一波5比0的攻勢 對 好 白斷 哇 又是一個 回過去偏高齁 當然對 高知呢 還是一個機會的拉球 連拿6分 好球 行 許馨這邊 又再掉1分囉 對 背高知這邊 7比0了 喔 這一 第四局齁 感覺 許馨呢 太被動了 哇 還是一樣齁 在處理的上呢 還是 回過去的球呢 偏高又偏長 球雖然是 控制在台內 但是質量並不好喔 那這一次通過自己 比較高質量的 發球是 終於 拿下了這一局的 第一分 1比8 好 又是救球 好 當然對 法國的選手呢 只要呢 能夠打出長距離的球呢 當然 對他卻有利了 好 發一個 這個球 很明顯的齁 喜新的這個 處理短球呢 你可以看出齁 這 為什麼選手高次呢 球拍拿到 身體後面回擊啊 背後擊球 難得看到了一個 窗上的一個狀態啊 對 這 中國運動員齁 你可以看出他這種 手感齁 假動作齁 這麼快速的 來回就做一些 讓你搞不清楚 到底 球往哪邊跑 這個球 喜新呢 有點見那個欣喜的感覺喔 喜新這邊守了 也算是還蠻精彩的 他是 從桌子 桌面下呢 做一個齁 拉球的時候 是側拉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球呢 往身體跑 這個 高次呢 也來一個 很 很詭異的動作 這個動作 讓人家覺得 你球拍是往哪邊撇啊 感覺這一局的比賽 有點像在打表演賽喔 兩個人花招都很多 對 結果 這板球雙方 正恩彈的對拉曲 先沒有辦法成功的拉過 11比4 讓高次這邊 也搶下了一局的勝利 收集下再回到比賽的現場 雙語播出 再度回到艾爾達電視 畫面上是法國今年20歲的選手高次 一路打進到了瑞典公開賽的八場比賽 碰上了許欣 很難得的喔 在剛剛的 呃 第四局裡頭 從許欣的手上 搶下一局的勝利 對 當然 以高姿來講齁 他注意還是 短球上的一些變化 看能不能在短球上呢齁 注意 許欣的揭發球的一些 長短的變動齁 所以只要台內的球 高姿也沒有辦法去 呃 跟許欣做一個對抗的話 其實很容易 就會處理比較被動的一個態勢 喔 這個高姿一直要 猛力的進攻齁 當然對 球的旋轉啊 一定要先掌握齁 如果你沒有 你不了解球的旋轉 這要拿分次很難的 1 3 當然許欣 畢竟現在手上三局在握 打起來還算是很游刃有餘喔 這個時候 高姿的場面教練 喊出了暫停 對 那 事實上 呃 第四局雖然是高姿拿下來齁 但是呢 整個比賽的過程齁 在技術上齁 高姿呢 可能只有 中眼台 對抗齁 還有一點 機會 那 在發球 接發球的部分齁 完全是中國的喜新所控制 那 以喜新來講呢 短球上呢 擺短 擺得又過短 齁 那如果 不擺短 他的反手的擰球齁 可以控制呢 高姿的一個 整個攻勢啦 所以我想 如果 這樣打下去 喜新這一集要拿 拿分是很簡單的 齁 又是一個 短球 戳長球 直接的 做一個反拉齁 所以你總結的呢 法國的高姿呢 打起來很不順齁 齁 這個就是在 整個技巧上呢 齁 完全是喜新掌控 那當然 這樣比賽 有一個動作齁 這個動作呢 齁 齁 這球打得精采啊 這個 拉球上呢 這個球呢 你可以看出 喜新呢 做一個滑拍的拉球齁 這個球呢 彈到桌面呢 往右翅啦 齁 有時候側拉呢 會往身體跑齁 所以這個 喜新確實是 在進攻上有一套 不過看出來 喜新這樣的一個拉球動作 代表說其實他在 第一局的一個手部上的一個 有點拉到的感覺 不是太嚴重 對 哇 這個打到 高姿呢 都不知道 要如何的回擊啊 齁 這個整個亂掉了齁 實際上這場球賽 有近的喔 這球打得漂亮 或整個比數上還是 哇 許欣站了絕對的上風啊 在整個回球的一個動作上 讓高姿是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樣來回應 對 這個球很明顯的 許欣打過來的球的位置 或者處理的方法 但高姿目前還是 不是很順 應該是很少碰到這種直拍橫打的選手 這個球想要再拉回來 沒有處理好 好球 高姿的處理呢 突然呢 在揭發球上呢 做一個側拉的動作 這個很少見的動作 其實許欣儘管是比數上領先 但是高姿這邊 五比七也慢慢的追上來 這是中遠台的一個對拉的對決 那當然許欣在這樣的一個對決當中 就不可能會做一個放鬆 對 那這個球喔 也可以看出 在拉球的對拉當中呢 許欣拉過來的球 一直往高姿的身體所擠壓 哇 一個直線的拉球 非常快速 直接送到空檔的位置 9比5 許欣再度拉開4分的領先優勢 哇 位置又被掉開了 整個發球的這個揭發 準備揭發的腳步上 其實看得出來很猶豫喔 10比5 許欣的五個賽末點 整個角度被高姿帶開來 讓法國的這位選手拿到第六分 這個球 想要再打一個直線 對對對 想要趕快結束齁 結果一個觸網 哇 球還是爬過來 這個力道之大 讓球還是順利的彈過網 那麼這場比賽也在這邊劃下了句點 最後許欣是以局數4比1 擊敗了法國的高姿 一舉挺進到了男子單打的前四場 休息一下繼續再回到比賽的現場